体坛的讯息我们带来关心 UBA大专篮球联赛 女子组的部分第二阶段 预赛是相当的精彩 原本是六年盛的佛光大学 虽然不敌强劲对手文化大学 吞下了败仗 目前占据第四 来看教练杨淑静 希望球员接下来的调整期 能够好好的沉淀 针对前两阶段的缺点来进行修正 也希望在明年一月份要登场的比赛 能够夺下好成绩 高难度来个进球得分 佛大女蓝队球员场上发光 12月13号在UBA第二阶段预赛 对上劲敌文化大学不敢松懈 努力拼得分 目前战绩已经来到六胜一败 其中王静庭在13号比赛当天 拿下全队最高14分抓下11个篮板 表现可圈可点 中距离的极心跳投好球 佛光大学女蓝队已经完成UBA前两阶段预赛 目前在12队当中占据第四名 1月21号到24号将在台大体育馆进行第三阶段的预赛 超过一个月的调整期 教练杨淑敬希望球员们彻底沉淀 针对前两阶段的缺点进行修正 积极挺进前六强 为佛大争光 人间卫视台北综合报道 整场比赛 整场比赛